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借款费用 我们看第三节 借款费用的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介绍两个问题 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外币专门借款汇率差额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借款前面谈过有专门借款有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是为一个项目专门借的 它在算资本化费用化的时候比较简单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但对于一般借款来说就不是 一般借款费用化期间都是费用化 但在资本化期间 用那部分资本化不用的还是费用化 它的计算比较复杂 所以准则 对于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确定 是分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分别来说明的 我们看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内 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 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 资本化金额应当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第一个 说的是属于专门借款 为构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借入专门借款的 那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 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 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 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专门借款再算资本化金额时 就是资本化期间 利息费用 扣掉资本化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的收益来确定 当然他要算费用化金额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算 费用化期间 的利息费用 扣掉费用化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的收益来算 他就体现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下面就是一个一旦问题解答 如何计算专门借款费用化期间 我刚刚谈了 算费用化金额 你可以只找费用化期间 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他用的就是资本化期间的利息费用 扣掉资本化期间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来算的 那你费用化期间也可以这样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在费用化期间的利息费用 扣掉费用化期间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的收益 那当然你说我用整个的利息费用 扣掉整个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然后把资本化金额扣了 算费用化的行不行 可以 那没问题 但这样算的比较麻烦一点 你还不如直接就找资本化期间 如果说你用总数扣掉资本化金额 算费用化金额的话 这个总数一定是总的利息费用 扣掉总的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因为有的同学就习惯 说我要算费用化金额 我就用总数扣掉资本化金额 就是费用化金额 是 后面谈到一般借款时会这样做 但专门借款 最好不是不要这样算 最好的计算方式就找费用化期间 用费用化期间利息费用 扣掉这个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下面看 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为建造某大型设备 甲公司18年1月1日 从银行借入期限为两年的专门借款2000万 那这是专门借款 年利率为4% 等于实际利率 18年4月1日 甲公司开始建造该大型设备 当时甲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工程款500万 我们会看到呢 在1月1号的时候 18年就已经借来了2000万的专门借款 那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了 4月1日开始建造了大型设备 为使这项资产达到与领克使用状态的构建活动已经开始了 按合同约定又付款了 资产之处已经发生了 因此4月1号这时刻应该是开始资本化 三个条件都已经满足 18年7月1日和10月1日 甲公司分别支付工程物资款和工程进度款700万400万 该大型设备18年12月31日完工 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18年度为建造该大型设备应与资本化的借款 利息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看 时间是9个月 那就应该2000万乘以4%再乘以12分之9 那这题目60万 所以B是正确的 其实这个题目出的有点不好 因为我们要谈到资本化的时候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那应该是时间上在一年以上 那这个题目 真正的资本化的期间 就是关于它的建造 没有超过一年 是在18年的4月1号 开始资本化 然后12月31号 万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严格来讲 它并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如果说题目里面 要给个0的话 那0应该是正确的选项 但是没有给0 我们必须得选一个 所以可能当时出题的时候呢 就是忽略了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这个问题 那你作为考试也得选啊 你不能不选 那你说此题无解 没人理你 这个我们就只能是选B呗 看18年的这个单选 说贾公司二零某七年度 央育于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也是专门借款 二零某六年3月5号 贾公司开工建设一栋办公大楼 工期预计是一年半 为筹集办公大楼后续建设所需要的资金 贾公司于二零某七年1月1号向银行专门借款5000万 那我们应该要清楚 在二零某七年1月1号之前 那肯定是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办公楼的建造已经开始了 因为他说是后续建设需要资金的问题 这样呢 二零某七年1月1号向银行专门借款5000万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所以我们要认为 在二零某七年1月1号的时候 说这一天 应该是开始资本化 那取得借款了 期限两年年利率7%与实际利率相同 借款了以下年支付 二零某七年4月1号 6月1号 9月1号 假公司使用专门借款 分别支付工程进度款2000万 1500万 1500万 我们不要认为 好像说4月1号才开始资本化 这不是 你要认为 二零某七年1月1号之前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过 为始资产达到 玉林可使用状态的构建活动 已经开始了 借款资金 闲置期间 专门用于短期理财的 共获得 理财收益60万 办公楼于二零某七年 十月一号已经完工 达到 玉林可使用状态 所以 二零某七年都要算资本化进入 那资本化的期间 应该是 一月一号 然后到这个 十月一号的期间 九个月 这是资本化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 取得的收益 因为要算真正的 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是利息费用 扣掉没有动用 专门借款区的收益 所以你要看这个收益 是不是都在资本化期间的 那如果说都在资本化期间 没问题都扣了 如果有的是费用化期间 那你扣不着 真正算资本化金额值 是资本化期间利息费用 扣掉资本化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好了 那我们看吧 一月一号的专门借款五千万 四月一号的时候 支付了两千 六月一号支付一千五 变成三千五了 九月一号支付一千五 那九月一号的时候 五千全都用完了 所以不存在着十月一号之后 未动用专门借款的问题 那只有十月一号 有未动用专门借款 取得的收益 才是充分化的金融 这个不是 都在资本化期间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 就应该是这九个月的利息费用 扣掉九个月 未动用专门借款 取得收益六十万 据大家说 算资本化金额 五千乘以百分之七 乘以十二分之九 我们再减去六十 六十是未动用专门借款 取得收益 六十万扣掉了 202.5 必是正确 我们看17年的一个多选题 那这个题目 甲公司为增值是一般大税人 17年1月1日 甲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市场 以五千万元购买一块 尚可使用五十年的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造商品房 为建造商品房 甲公司于17年3月1日 向银行借入专门借款四千万 年利率5%等于实际利率 17年3月1日 甲公司正式动工兴建 截至17年12月31日 建造商品房累计支出是五千万 增值税进向税格五百八十五万 商品房尚在建造过程中 专门借款在建造商品房资本化期间 获得投资收益五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 建造商品房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购买土地使用权发生的成本 计入所建造商品房的成本 也就是说 房地产开发业买的土地建商品房 这土地是存货 我们当然要把它计入到商品房的成本中 但是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买的土地用于建造自己的办公大楼呢 能把土地的价值寄到办公大楼成本中吗 不可以 那建商品房这是存货 B 17年专门借款应支付的利息 寄入所建造商品房的成本 那这里面 正常情况下商品房的建造 应该是在一年以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所以呢 这一部分利息就可以资本化的 把它计入到商品房的成本中 这没问题 再看C 建造商品房所支付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寄入所建造商品房的成本 那这个不行 增值税都是作为迹象税额抵扣的 因为这里没有特别说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全都作为迹象税额抵扣 你不要去想 哦 简易继续这个事 不用去管 所以这个不对 那我们看D 专门借款在建造商品房资本化期间 获得的投资收益 充减所建造商品房的成本 那这也没问题 资本化期间 为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那你要充资本化金额的 所以ABD是正确的 我们下面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啊 让算20年年末 再建工程账面余额 好看题目 甲公司20年1月1日 发行面值总额为一个亿的债券 取得的款项专门用于建造厂房 该债券系分期付期 到期还本债券 期限为4年 票面年利率10% 实际年利率8% 每年12月31日支付当年利息 债券发行价格总额 为10662.10万元 款项已存入银行 厂房于20年1月1日开工 建造并发生相关支出 然后是20年度累计发生 建造工程支出4600万 经期准 当年甲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债券资金 投资于国债 取得投资收益是760万 20年12月31日 工程还没有办公 让算再建工程账目 那我们应该清楚 再建工程的余额里应该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截止到20年年末 实际发生的建造成本 那这肯定要算 这已经发生了4600万的支出 再有一个 就是利息资本化金额 因为它是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算利息资本化金额时 要用利息费用 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来进行计算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并不是说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的数字 它是期初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这里面我们看发行价格 期初的是10662.10 那我们用它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这是一年的利息费用 那这一年都是资本化期间 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的收益来算 据实际发生建造成本 4600 然后再把利息资本化金额加上 利息费用是 期初贪于成本 10662.10 然后再乘以实际利率8% 也说过它不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数字 它一定是期初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的数字 再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760 那等于呢 4692.97 选项C是正确的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单选题 这个单选题一样 让算呢 累计记住损益的专门借款利息费用 前面曾经跟大家谈到过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我们看这个题目 18年7月1日 以公司为兴建厂房从银行借入 专门借款5000万 借款期限是两年 年利率5% 借款利息按计支付 以公司于18年10月1日 正式开工兴建厂房 预计工期未一年零三个月 工厂采用初包方式建造 以公司于开工当日 18年12月31日 19年5月1日 分别支付工程进度款1200万 1000万 1500万 因可预见的气候原因 工程于19年1月15日至3月15日 暂停施工 这是暂停资本化吗 那这不是 暂停资本化一定是说发生非正常中断 中断时间连续超过丧月 这是正常的 所以没有暂停资本化的问题 厂房于19年12月31日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以公司于当日支付剩余款项800万 以公司自介入款项起 将闲置的借款资金投资于固定收益债券 月收益率百分之零点四 这实际上我们要算 为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的问题 要算这个东西 以公司按期支付前述专门借款利息 并于20年7月1日 偿还该项借款 然后说 累计进入损益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看这个时间 这是在18年7月1号借的5000万 那当时在这边借的是5000万 一个地方专门借款 然后发生支出的点 18年的10月1号 开工兴建 那我们看这个点 10月1号 在这一天 支付工程进度款1200万 那这个支出了 是1200万 后面 18年底12月31号 支付了1000 我们再看 这18年的12月31号 又支出去的有1000 到了19年的5月1号 又支付出1500 是这样 支出1500 那我们没有暂停资本化期间的问题 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那19年底 达到预定客使用状态 这是说12月31号 达到预定客使用状态 停止资本化 那之后 20年7月1号 偿还这个借款 这个点 还款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 谈到的 废用化期间 那就说整个期间 不是资本化 都是废用化 资本化期间的 应该在哪 在这一套 10月1号的开始 18年的10月1号 到19年 年底 那这一段期间 是资本化的 我们现在算累积记录损益的 那你资本化期间 都资本化 与损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废用化 这个期间 那应该是废用化 这是废用化 还有这个期间 应该是废用化的 这是废用 废用化 这两个期间 所以我们就是两个期间的利息费用扣掉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区的收入 在18年的7月1号到10月1号 没有动用的5000万都没用 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段期间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段期间 18年的7月1号到18年9月底 那这一段期间要算它的 废用化的金额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是5000 长以0.4%一个月的乘以3 三个月 然后呢你再看 2020年的那六个月 因为7月1号还款了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有多少 5000万 总数 已经用了 有这么三笔 18年10月1号的172 18年底的1000 19年5月1号的1500 所以这就是5000减172 减1000再减150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 就是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了 当日支付剩余款项800万 就是我们停止自转化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 800 那这要扣了 最后没有动用的只有500万 那这六个月的时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500万 乘以0.4%一个月的收益 再去乘以6 这么多 115.5 怎么来的 为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这么多 但是我们9个月的利息费用 5000乘以51% 是1年的 9个月的乘以12分之9 9个月之党 就是 18年的7月1号 10月1号有三个月 20年的1月1号到7月1号 6个月 而这是关于费用化计划的计算 你就找费用化期间 利息费用 扣掉这个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计算 那以上呢 是专门借款 下面我们看第二 为构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 这一般借款不是为了项目专门借入的 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 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 加全平均数 常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与资本化的利息金融 说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 加全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那如果说涉及到多笔一般借款的话 我们看怎么算法 按照准则 专门借款先用 先用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用完了 才是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没了自有资金 专门借款没用完 不要想一般借款的事 没有一般借款资本化的事 那一般借款是用多少算多少 没用那部分呢 虽然是资本化期间照样费用化 你这是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怎么算 如果等于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 价权平均数 这个东西 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 什么叫做累计资产支出价权平均数 他说是每笔资产支出金额 乘以这笔资产支出 在当期所占用的签数 除以当期签数 这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要算一段期间利息 应该是用期出的本金乘以一个利率来算 这个没问题吧 你要把一百万块钱 年初存银行就了 说利率百分之三 拿到年底有多少利息 一定年初一百万乘以百分之三来算 那这个累计资产支出价权平均数 实际上就是把在一段期间 占用的一般借款 都折算到所计算期间的最开始 相当于多少 相当于那个期出数 咱们理解 我们看一下 那比如说 现在是20年的 1月1号 我们假定啊 这段期间 发生了资产支出啊 7月1号的时候 发生了资产支出 1000万 然后到了10月1号 又发生了资产支出1000万 然后占用一般借款 那我们把他呢 说这一年 12月31号 把这两比1000都折算到20年的1月1号 相当于多少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2比1000 1比1000万 7月1号的占用了半年 还有10月1号的1000万占用的只有三个月 那你说 1000万是占用半年的 那如果从年初开始算 多少相当于占用一年的 那是不是我们要用1000万 乘以十二分之六 他不占用六个月吗 所以这数折到这边相当于一个500万 那用1000乘以十二分之六 那我们再看 10月1号的这个1000万 他占用三个月 那相当于多少占用一年呢 我们再把它加上 1000乘以十二分之三 他不三个月吗 一乘以十二分之三 这个数 那这个呢 折到这边 250 所以这个数字啊 我们算完之后呢 应该等于一个750 这750不就是他吗 每比资产支出金额 比如7月1号的 1000乘以这笔资产支出 在当期所占用签数六个月 当期签数十二个月 我们再加上10月1号的1000 在当期占用了三个月 除以当期签数十二个月 把它求和 累计支出加全平均数 那并不是很复杂 其实说实在这算什么公式啊 我都把它折算成七出 这样呢 加完一块 相当于七出的750万 再乘以一个利率 我把利息就算出来了 所以再乘以资本化率 这么个东西 那下面 对于一般借款来说 我们不能讲 在资本化期间 都资本化 是用多少算多少 没用部分照样费用化 但跟专门借款不同 专门借款讲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每个期间 算金额时 都是利息费用扣掉这个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但是 一般借款不行 一般借款费用化期间 可以费用化 这个没问题 但是资本化期间就不行 可能有一部分资本化 也可能一部分费用化 所以我们在算 一般借款费用化金额时 怎么算呢 用的是全部利息费用 扣掉资本化金额 所以用总数 扣掉资本化金额来算 接下来大家考虑一个问题 对于一般借款存在不存在 未动用一般借款取得收益的事情 当然存在 你借来的钱 存银行里至少有利息收入 肯定有 那说为什么准则没把它提出来呢 原因就是 一般借款 我们不能说 在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那你保证不了说 那在资本化期间 未动用的这一部分 一般借款取得收益 你是充资本化金额呢 还是充废议化金额呀 没法说 所以 准则里并没有把 一般借款未动用部分取得收益 纳入准则 那那一部分 你正常的该怎么做怎么做 比如说整个的未动用一般借款 要存银行取得的利息算利息收入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你说我要把那一部分进行了对外投资 那你甩下投资收益里去 别往这边放 它不像专门借款 这是要明确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们这里面算一般借款费用化金额是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未动用一般借款取得收益的事情 就不管它 就是用总的利息费用 当然这个数 也应该是七出碳于成本 乘以实际率率计算的 我们再去扣掉资本化金额 就这样来算 接下来的问题是 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 不应当超过当期相关借款 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抄的 但是我们这个概念还是要清楚 就你别给抄过去 那下面一个疑难问题解答 对于一般借款 如果不止一笔 我们如何算资本化率 算金额时都是说用七出本金 一般借款我们算的是超过专门借款部分资产 累积资产支出价值平均数嘛 它作为本金要乘以利率啊 利率不止一笔 借款费用准则也没有用先进先出法 说哪一笔钱先来的 先用这笔 用完了再下一笔 没有 它算加均平均利率 那怎么来算 这个问题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早以前是针对2006年版本的准则讲解 当时有一个公式 说如何计算加权平均利率 其实那公式呢 并不怎么合适 对有的同学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毕竟还有那些辅导书上还在用 造成一些错觉 感觉好像多么多么复杂 这个问题呢 其实计算的时候 如果说你观念正确了 也没有难到哪去 我说一下 我假定 20年1月1号取得一笔一般借款1000万 年利率是6% 20年7月1号又取得一笔一般借款是2000万 年利率8% 那我们要谈加权 一定是在这个点上两笔借款都有 才去加权 这里面呢 那在20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 我们发现啊 他只占用了年利率6%的一般借款 没有加权的问题 7月1号开始就不一样了 两笔借款都有 你看 占用的1000万的2000万的都有了 这要加权 就是刚才谈到20年1月1号借款1000万 年利率6% 7月1号的时候 又借来款项2000万 年利率是8% 要谈利率 20年1月1号到7月1号 利率就是6% 没有加权的少 但是到了7月1号这个点上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有两笔借款了 那两笔借款 假如说算利率简单平均 那6%加8%除以2 但是不是 这样不合适 我们要以借的款项多少为权重 加权平均计算 加权平均计算怎么个算法 你可以这样想 说这一天的利益 率是多少 那是不是我们用这一天的利息 除以本金呢 这不就每一天的利率吗 也就是说 20年7月1号到12月31号 如果算 一天的利率 加权平均日利率 两笔借款 一天的利息 我们假定每一年啊 按360天计算 那不就是 1000乘以6%除以360吗 1月1号 借那笔借款的利息 我们再加上 2000万乘以8%除以360 那是7月1号那笔借款的利息 这是一天的药 有多少本金呢 现在要 借的款3000万啊 除以3000 那就算出的是这个数 再接着我们说 年化利率 这大家听说过吧 你要到银行买理财产品 银行不可能跟你说 20年的利率是多少 19年度的利率是多少 21年度的利率是多少 利率是多少 不可能这样讲 没笔理财告诉你年化利率 有可能你买的理财 比如说是20年的12月1号开始 到21年的2月的位置 他只能说年化利率 那我们有每一天的利率 要乘以360 这就年化的呗 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 你再把它乘以360 是不是上面就变成 1000乘以6%了 加上2000乘以8% 除以1000加2000啊 这不就变成 加权平均年利率了吗 7.33% 因此 如果说 在某一个点上 存在着多比借款 你就把这多比借款 一年的利息加起来 除以多比借款的本金 就OK了 这叫加权平均利率 我刚刚说过 你要是简单平均 那6%加8%除以2 那不合适 我们以这个权重 借来的权重 2000万的权重大 那你看你算出来 就不是7%了 就比7%多了 加权平均 这就是他计算的过程 我们目前在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呢 占用多比一般借款 都是所计算期间的最开始 之前都借来了 所以就是把两笔借款 未来一年的利息 加起来 除以他的本金 算加钱平均利率就完了 那你工作过程中 如果真的碰到了 有这种情况 一定得分段算 不分段不合适 有一种什么样的算法 这样可能大家会看到 他来个什么呢 我写上写上 我再给他划掉了 他说20 加权平均利率 这样 这是大家当然肯定是 有的同学见过 因为这种留读还是有的 说是啊 1000 乘以6% 加上 2000乘以8% 8年的 乘以6% 这边的 除以1000 乘以12分之12 加上2000 乘以12分之6 所以这样来算 算着一个年的 加权平均利率 这是不合适的 利率我们不要 他那一年 没有这种说法 20年的利率是多少 就是在这一个点上的 叫年化利率 还有一位同学 跟我说 他说 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1月1号 有一笔借款 年利率 6% 然后 7月1号借款 比如8% 他说 我分段算了 和一起 按照这种 加权平均利率 计算的 结果一样 然后 他就说 那 这个公式成立 可以这样来算 这个不好 什么情况 要成立 如果都是 这个资本化 期间 没有废用化的时候 那这个数学上 你一看就这么回事 肯定 结果一样 但是假如说 我们在 7月1号 到12月31号 要有暂停 资本化的事情 暂停资本化期间 废用化 你废用化期间的利率 怎么能用 这个加权平均利率 要出扣呢 那一定是 这个期间的扣 所以按照 7.33% 这个利率要出扣 这是一定的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好像说 分多少算 这一段 6%算的 一般借款 利息资本化金额 然后这边呢 按照 7.33% 算的利息资本化 金额 加起来 和我们统一的 累计资产出 加权平均出 乘以这个 按照这种方式 就是原来的 准则讲解上的方式 成的结果一样 那只是一种巧合 因为没有废用化 如果有废用化的问题 那不行 所以直接大家当清楚 如果这个题目 如在这个 20年的7月1号 这期间 都是废用化期间 暂停 那你真正算资本化 金额的利率 一定只有6% 不可能有废 这是要跟大家 说明的一个问题 所以 工作过程中 碰到这种情况 分多少算 也不难理解 要不然 按照语言来书上 但是现在书上早就删了 准则将军早就改 认为是不合适的 早就给改掉 别再受这个影响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看教材的例二 ABC公司于 207年1月1日 正式动工兴建一幢办公楼 工期预计为1年06个月 工程采用出包方式 分别于207年1月1号 207年7月1号和208年1月1号 支付工程进度款 公司为建造办公楼 于207年1月1日 专门借款2000万 借款期限为3年 年利率为6% 另外在207年7月1号 又专门借款4000万 借款期限为5年 年利率为7% 借款利息是按年支付 如无特别说明 本章例题中明义利率 与实际利率均相同 所以他算的利息都相当于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要算利息费用 是期出贪于成本乘以 实际利率计算 闲置借款资金 均用于固定收益债券 短期投资 该短期投资 月收益率为0.5% 办公楼于208年6月30日完工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那这个时刻呢 应该是要停止资本化的 公司为建造该办公楼的支出 下面表里给了 7年的1月1号支出是1500 累计的1500 由于在1月1号的专门借款2000万 支出1500 所以闲置借款资金是500万 提里说用于短期投资 某7年的7月1号支出2500 那累计支出是4000 但是由于在某7年的7月1号 我们又有专门借款了 那专门借款呢 开始的时候是2000万 7月1号又借了4000万 一共6000万 那6000万累计支出4000 现在闲置的在这个点上是2000万 6000减4000 某8年1月1号 支出的是1500 那累计支出就变成5500了 4000加1500 由于整个的专门借款 6000万 所以闲置的还有500 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题目 大家就可以看到 207年1月1号 正式动工兴建 说威使资产达到预定壳 使用状态的构建活动 已经开始 那在这一天 又有专门借款2000万 又发生了资产支出1500 所以应该是开始资本化的 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停止资本化的 达到预定壳使用状态 是某8年的6月30号 完工嘛 达到预定壳使用状态 中间 没有涉及到 暂停资本化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 因为这题呢 涉及到有闲置资金 用于短期投资 收益的计算 这里告诉了 月收益率是0.5% 那会看到呢 某7年1月1号 闲置500万 一共半年的时间 500乘以 月收益率0.5%乘以6 那是某7年1月1号到7月1号 这一段期间的收益 然后到了某7年的7月1号 闲置2000万了 那他会闲置到一直 某7年底 所以2000万乘以0.5% 再乘以6个月 到了某8年1月1号 闲置的500万 又闲置到 某8年6月30号 那500乘以0.5% 再次乘以6个月 这些数字要清楚 下面我们看 第二 先说呀 这是个专门借款 确定借款分有资本化期间 开始资本化的点 某7年1月1号 停止资本化的点 某8年6月30号 所以这是资本化期间 中间没有三天资本化的事情 第二 计算在资本化期间内 专门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某7年专门借款发生利息金额 那2000乘以6% 1月1号借的 一年 7月1号借的4000万乘以7% 只有半年的时间 乘以12分之6 等于260 某8年1月1号到6月30号 专门借款发生的利息金额 那只有半年时间 两笔借款都是半年时间 所以一个2000万乘以6%的 乘以12分之6 再加个4000万乘以7%的 再乘以12分之6 200万 我们真正算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金额的时候 应该是利息费用扣掉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区的收益计算 那下面我们看三 计算 在资本化期间内 利用闲置的专门借款资金 进行短期投资的收益 某7年的短期投资收益 刚给大家做个分析 上半年的500乘以0.25%乘以6 因为闲置的只有500万 下半年的7月1号 闲置2000万乘以0.25%乘以6 75万 到了某8年1月1号 闲置的只有500万 那由于是某8年6月30号 停止资本化 所以资本化期间 某8年只有半年 那就是500乘以0.25%乘以6个月 等于15 第四 我们要算某7年利息资本化金额 利息费用是260 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75 185 208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 200减去15 185 那么只有上半年资本化 上半年的利息费用是200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15 185 有关账目处理 某7年12月31号 我们算的资本化的金额数呢 是185万 应付利息是260万 这在前面有计算 为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207年 一共是75万 你这边 他要说都收钱了 你就借银行存款 那或者没收呢 要说利息 应收利息都可以 考试时应该会明确 比如已经收到钱了 那就借银行存款 75万 某8年6月30号 借债金工程185 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15万 带应付利息200万 那应付利息200万 前面也都有个计算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利息资本化金额计算 涉及有专门借款 还有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呢 就是资本化期间 用他的利息费用 扣掉没有动用专门借款 取得收益计算 如果算费用化金额 是也按照这种方式做 也就是说 费用化期间的利息费用 扣掉费用化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 取得收益计算 对于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用完了 才是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用多少算多少 所以他要用 超过专门借款部分 累积资产支出 加圈平均数 乘以资本化率计算 那累积支出 加圈平均数 其实就是把 在一段期间 占用一般借款 都折算到所计算期间的最开始 相当期出的本金 那你乘以利率计算 如果说同时占用的是多比一般借款 我们要加圈平均利率 加圈平均利率计算 就在这个期间 你算他一年的利息 除以本金就OK了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 或者事物之中 要分段算 这是注意的问题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